我好喜歡 我太喜歡了 我這輩子看過最好的港劇就是那一部 叫做蓋世豪俠 我是覺得新野電影有一個魔力 就是它很像可以預言未來 真的 周星子對一句話有說要預言未來 像新聞裡面不是都會說什麼關門放狗 還是說什麼好大的關威啊 那種嗎 對啦 那就是用在政治界 對 對 對 還有 還有好大的關威啊 今天也適用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啊 還有鄉民 這個詞語也是源自於新野的經典電影 為什麼我喜歡周星子嗎 我覺得它是一個 把人間事物看得很透徹的一個 很神人啦 可以這樣說嗎 我對它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它不平凡耶 你看 它那一句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它仍看不穿 這句話真的是太符合它了你知道嗎 太符合了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那搞笑耶 就笑笑笑 笑笑的 然後就這樣嗎 結果你 你真的整個沉進去之後你會看到說 原來它是在把每一個小人物的心酸 用一種笑來帶過的悲傷你知道嗎 你看到就是說 它是怎麼 破壞之王 它不是做一個送外賣嗎 那時候你看 好多人用那個 咖啡啦 什麼 你又來了 什麼 那個就是 但是一般人對於比較低層社會的人的那種嘲諷嗎 他把那個弄得很那個 可是這小人物還是要力爭上游啊 是不是 他為了那個阿力嘛 還去訂那個張學友的演唱會門票嘛 你看他一個 只是一個送外賣的 他還是有理想 他還是說 我要為這個女孩子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對啊 他就是在講說 我們每一個人不要看清自己 都要有一個夢想在 對啊 然後 不要畏懼他人的嘲笑 因為你就是 你就是你 你想要怎麼樣 是你自己去做決定的 你想要往上爬 你就會往上爬 都是自己的心 自己有沒有心你知道嗎 然後 人就是不要 不要墮落 現在有太多躺平左了你知道嗎 嗯 周星馳的說話 你都給他動著聖子這樣 可以這麼說了 周星馳說什麼 你都給他想 做你自己 你就是這樣就對了 對對對 人生有夢想多好 嗯 對啊 我說就是說 你的名字 我剛才沒禮的時候 他傳那個賴給我 會叫段飛 對我的賴名 叫段飛 結果我 想說段飛的周星馳心爺 你怎麼會知道啊 這很少人知道的 沒有啦 其實我也記得 所以我很關心一些新聞時事 等我你說的 周星馳說的話 有很多 好大的官威 什麼 這網店你用 我又跳出來 我又跳回去了 打我笨蛋 很多啦 太多了實在是說不完 段飛你 你給這個名字的 玩音樂是什麼 段飛其實是新野 在很早期的時候 因為他是對演員訓練班出來 嗯 對 那當時因為他跑了好多年的龍套 才好不容易接到一部 他本來是做兒童節目主持人 那個這部叫做430穿梭 跟你怎麼跳舞的 有點像我們現在悠悠台那些 你說周星馳本來是做這種 對啊 這樣喔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他跟梁朝偉都是 都這樣喔 還有很多 曾華倩 這我知道 都是做430 港劇的那個時代 那個年代的港劇 是是是 然後 後來他就 離開那個節目主持人 兒童節目主持人 來叫電視劇 就是港劇 那個港劇 我好喜歡我太喜歡了 我這輩子看過最好的港劇是 就是那一部叫做 蓋世豪俠 蓋世豪俠 開師豪俠 你都 我都聽廣東話原音的喔 這樣喔 原生代 你都記條條的 對 我會不變 所以你就把名字給段飛 對段飛 段飛 段飛 就是星野在那一出 電視劇裡面的男主角的名字 原來就是這樣 我本來想說段飛 你跟朋友說的時候 大家都說 高雄才有最好的人物這樣喔 為什麼我會叫段飛 因為段飛這個人的個性 其實跟星野本身的個性有點像 他就是一個年輕人嘛 有點痞痞的 也是不按牌裡出牌 那種感覺 可是他 很有正義感 富有正義感 看到什麼人 有困難都會幫助 然後呢 又很喜歡出一些鬼點子 對 就是很 很機靈 你知道嗎 機靈過人 那種感覺 周星子應該要找你做經濟 對 不敢當 你把他當上帝這樣 不但是這樣而已 你喔 他說的過月 他做過的事情 你都知道 差不多 你是喜歡星野就對了 超喜歡 你的教育就是喜愛星野 我從國小開始 我就喜歡窩囊 自待窩囊 不會跟他說話 就不會像你夠外 對 是你當廣播的 選主持人 對 我要主持過 國小時候是窩囊 或者立志想要成為畫家 gezeigt 對了 到國中時 因為要看鏡頭 還港片 港片 работ 都跟我爸爸來看 周星子的電影 這樣喔 就有說有說 就開始喜歡電影之中 有一些人物情感的爆發 有些經典台詞 我面對朋友很多 難得看到有一個人 勇於追逐演藝生活 他的演藝生活的目標 就是要跟周星馳見面 確實不簡單 所以他的臉書 他的臉書上面 全部都是周星馳的資料 所以周星馳的百科全書一樣 差不多 我力算蠻大的 我大學是國術社的 國術社 國術社是因為 我也是喜歡心意的 他也教你工夫 功夫 就是這樣 我也去練 真的練得起來 所以你說李小龍是 偉大的武術家 所以周星馳去電 工夫是這樣開始 應該說 他看到李小龍的電影 就像我看到周星馳的電影 我感覺 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 他看到李小龍的電影 說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 然後就一輩子被他吸引了 就這樣 就是這樣 我如果不是因為他 我又不知道說 周星馳是和李小龍的關係 周星馳他的老師是 他有拜師 他的師兄 喔 他真的跟他的師兄連過江湖的 李小龍的師兄是周星馳的師傅 就是周星馳跟他的師兄拜師就對了 因為李小龍以前去做嘛 你對周星馳 黃樂 超愛的 對 都對著對著 他有算什麼話 我就對著這樣 他的座二銘叫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我是一個演員 這也是新演的經典台詞 對 你看他的人生座二銘 其實我是一個演員 對啊 等他今天在電台 你說話也是在演戲 但是他演得很好 他把他的人生演得很精彩 不過這個時代真的 如果說要真的演得精彩 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對啊 我們人要有一個夢想 說有夢最美 他的最美就是周星馳 真的很幸福 為了周星馳 這樣不斷投入就對了 你這個夢想你認為 你未來一定會實現嗎 我很有心耶 我本來說 我存了一筆錢 要搭飛機去香港了 還給我堵住疫情 所以這聽眾朋友 我們 勵志人生 人生勵志 應該看這個 無邱納的這個 將心 往前邁進 大家都加油 最後你有什麼會 跟聽眾朋友分享嗎 讓你自由語談一下 喔 我就是要跟聽眾朋友說 不管你外國幾歲 你要對自己的靈性付激 真的要有夢想啦 其實心也也是告訴我們說 做人如果沒夢想 那跟鹹魚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對啊 就是要有一個目標啊 你人生你出生來到這個凡間 你就活這麼一次耶 你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耶 對啊 你就這樣 你為什麼要這樣荒廢他呢 是不是 對啊 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凡間 然後生老病死又要回去了 你什麼都沒做 然後沒有留下一些什麼 讓大家懷念的東西 那你不就白來了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做多做少 沒關係你就是 要有一些值得讓這些 世人留念的人 要說前人重數後人乘量 你要留什麼東西給大家看 有沒有 對啊 你就是做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留給後面的人 可以繼續使用 繼續享用這樣子 就是要付出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在這段影片很少給人家鼓掌的 無關於多少重要的人物 但是這個年輕世代 值得我學習 一歲 二十六歲 但是他充滿了他的理想前進 他追逐辛爺 那不是說 那不是說用功的 他把他生活真的落實 他的臉書還是工作守則 還是說周星馳說過話 無關你任意怎麼樣 但我覺得真的是有夢最美 真的 真的 那勵志人生 他真的十八萬五億 我聽到沒有再說一下 他做過電台的主持人 也做過補教的美術老師 也在這個藝術傳播 多媒體應用 還是演藝人員 都做過 還有洗碗 洗碗也去洗 為工人 勞工階層 跟貴姐 還是主持 每一行都有 所以我覺得 你二十六歲的新世代 絕對是明日之心 謝謝 謝謝 因為你後來你 一些網路動畫 你都自己就有辦法處理 還可以配音 或是說這個 後製剪輯 後製剪輯 甚至 他的文章效應也很好 我感覺很好 希望台北演藝圈的記者 傳給周星馳過 台灣有一個他的追星組 忠實粉絲 追星到十幾年 你們時候追星到現在 已經五十五年了 這些周星馳應該會感動 我還有跟他設一個粉絲專業 對 勇於追夢 我本身是記者 我不是廣播 我廣播是不得已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義務代班 代班一代八年 前三年差不多 禮拜一到禮拜六 每天要說 哇塞 禮拜一到禮拜六 每天說一點點點 那三年算起來 就差不多八百多幾 哇 你也說不定 到後面的幾年 禮拜六到禮拜六 隨著時間有改變 有的是一禮拜說兩次 到現在 一禮拜說一次 一次說兩點點 八年前到現在說 要超過一千五百幾十 實在是不簡單 我自己也拿自己 覺得不簡單 我不是廣播人員 一般的 廣播都沒聲音了 但是廣播變成說 我們是等他斜槓青年的使命說 我們就好了 我們幫你幫忙 就一以貫之 直到我們沒聲音了 我的鐵粉一萬多 跟他們不一樣 他們都不是廣告的 他們從2014年 追著我 補犯過我 所以 都不是廣告的 都不是什麼贊助廣告出來的 所以這些明報之聲的電台 到現在還在網路社群 很多朋友 我常常說我聲音不行 真的聲音都沒聲音 又要說話 結果 那些鐵粉他們都會給我私訊 他們知道我的習慣 不喜歡公開發言 所以 每次都私訊 我一大堆 我待會還要接續訪談一個 也是算獨家的新聞 喔 對 氧氣 氧氣怎麼樣呼吸 才能得到健康 這真的很重要 這也很重要 剛才我說話 我說到鞋槓青年 我自己要斷氣 因為 快把你打氧 氧氣不足啊 因為我們戴著口罩不得已 我現在這個口罩是 台灣高雄醫學大學校總會的口罩 鞋槓青年有什麼格言嗎 有啊 就是說 你要訓練成 十八般武藝樣樣精拳 因應現代社會 就是這樣 對嘛 因為學鞋槓青年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 時代你改變 我就說 電價你上升的時候 我們也就要有錢人去扶 對啊 什麼十八般武藝都要有 因應不同的狀況 要不斷的變化 是啦 意思就是這樣嘛 是啦 臨時演員 我們在看電影 看電視說 比較不會去注意到 但是我去找一些資料 包括什麼港星 吳孟達 他們都是由小演員開始演 對啊 都跑龍套 我看一看說這個 吳孟達 聽一種名字 這真的不簡單 會唱歌曲 還會唱卡通的歌 還有配音 由小姐 小姐 小姐到老人 他都會那 是 我剛剛搜尋 在YT上面 我們說 因應上面 吳家 吳家 吳家的配音團隊 這實在不簡單 我們在看的時候 裡面有一些知名卡通 他都會處理 他還要動漫 動畫 還要尬補習班 很多小朋友 你圍堵 看到很多 他自己做的節目 我說的 吳家演藝團隊 他是一個很愛藝術的人 在文藻 你文藻什麼系 傳播藝術系 傳播藝術系 學以致用 他把藝術的天分 運用體的工作領域 他本來在電台裡面 經過快樂電台 快樂電台 主人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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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笑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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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之聲明聲電台 像客串 你搖請你自己演講 很榮幸很榮幸 本來我想你來雨潭 他算專業上 比我更厲害了 沒有沒有 我說太多 我說太多 政治實在很沒意思 今年你聽說 你也有報名什麼 金鐘獎 對 我有報金鐘獎 有 我跟我的夥伴 一代宗師 他在某個電台主持 今年又報金鐘獎 幾歲了 你到底幾歲了 我二十有六 二十六歲而已 這麼年輕 你看到我們台灣的希望 不是跟我說政治 才有希望 我們的年輕世代 蓬勃的活力 看著我們的希望 我以為大家都很喜歡我 可是我卻搞砸了 砸鍋了 現在他連看都不看我一眼 你三牛哥 補班人 翁舞我為你 悔情心 阿龍 腐些人 超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